当时他反这个伪器工 那时候那个器工特别流行 代工报告啊什么特别流行 然后包括我工作的单位 就是说广播电台 都会请这些人来做这个代工报告 都会 这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死马男 别人跟我们介绍认识的 他是反对这个 反对这个我就 我很好奇啊 他说你为什么反对 他说呢他以前就是练这个 他以前就是跟着师傅练着 练这个过程 师傅觉得他口齿伶俐 动作做的也不错 就准备重点发展他 那么师傅就把这内幕都告诉他 他一听哦 这都是骗局 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什么 开天眼 他觉得是骗局 然后他就站出来 揭露这个事 我觉得挺好的 这算是个汉子 然后我就支持他 首先呢在广播电台 我给他做了采访 做了这个节目 然后还觉得影响不够大 我当时呢 这个媒体的朋友也比较多 就联系让他上 比如上北京电视台 也是我策划的晚会 什么的 都上这各种 但是每次都是到关键的时候 就被拿下来 哪怕这个节目都录好了 就被拿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社会正风行这个 各台的各电视台台长还信这个呢 你知道吗 所以多不了这个东西 一直到哪年呢 你看我我就是日子记不清楚啊 对不起 我跟网友说一下 这是我的弱想 我老是记不清楚 后来呢就是说 忽然开始可以了 就中宣部好像下令 可以了 要打这个伪记宫了 我特别高兴 我第一时间告诉了这个司马南 然后呢 我们做了这个二十集的节目 叫揭秘 就是把这个伪记宫的这个内幕 一集一集一集 全给全给这个接了 我记得好像也有方舟子参加这个节目 都有 还有刘兵刘华杰 江 好多人 反正这个这个 好多人都参加了 司马南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我跟小崔做完这个节目 我就收杀了 也就是说 不在任何场合再谈这个伪记宫 他觉得够了 这个影响足够了 就是这样 后来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正常 然后呢就是这个 他出了一本书 让我给写这个推荐语 我看了看 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当时呢 我还没认为他是投机 我认为呢 他可能就是观点不一样 这很正常 是吧 然后我也给他写了 就是说观点不一样 我们也是好朋友 给他推荐了这个书 再后来就是方舟子这个时候 他最开始出来表态的是这样 说这个方舟子也是我朋友 轻用员也是我朋友 所以我现在比较难 就不知道怎么弄 但是方舟子过头 推荐这个玉米确实不好吃 他说是饲料的 这是第一回 然后第二次就开始说 这个方舟子和轻用员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轻用员是个主持人 方舟子呢是个科学家 我觉得还是方舟子说的有道理一些 这是第二 第三就开始说 轻用员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是个病人 轻用员是个好人 但他同时是个病人 病人说坏话 一个不是 一个好人说坏话 那么对这个社会的这个 误导和影响就会更大 这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攻击了 这还没问题 我还没理他 我都没支撑 就假装没看见 没听到 完了就赶到了 马上接下来的 就是一年的这个大年初一 三十还是初一 你看我就是记不住这个事情 不是三十就是初一 我们全家相聚 我母亲八十岁了 父亲都快九十岁了 全家相聚 然后我就看我二哥脸色铁青 他在凤凰卫视工作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出什么事儿呢 然后他就让我看手机上 我一看 司马南方舟子弄了一帮人 批批我 你批我你搏我的观点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啊 你批我搏我的观点也应该躲开这个日子 万家团圆是吧 要躲开这个日子 但是他批的脖子也不对 你知道吗 他就说他有病 他这个发抑郁症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 最难听的那个话 他就发病了 所以你就不要把他那个当回事儿 他自己还不觉得他自己发病 所以他什么 然后还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军 操他妈的 那个解放军是个医生 说我看他的脸色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他在撒谎 他说我 什么是个解放军 操他妈的 我到现在还没找一个人 我不会放过他的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就跟这个死瓦男翻脸了 因为我那时候打电话 他有感觉 因为我觉得太过分了 是吧 你怎么能这样 让我们家一年 让我们家一年的这次团聚 都没高兴 这个节都没过好 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我就看他 我那个孙子样 就他妈一个胡同串子 天天冒充在中南海开会 比如说他会这样说 某公子受命前往日本 然后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任务 这个你看是不是像中南海听的 我到网上一搜索 胡耀邦的儿子访日 人都公开的 那个新闻都有 你说你装什么孙子 后来我说你一个胡同串子 你冒充什么政治家 你冒充什么在中南海旁听 就让我给揭穿了 最后恼羞成怒 他没办法了 他就说胡同串子怎么了 胡同串子也可以关心政治 我说对 胡同串子也可以关心政治 但是不能冒充在中南海旁听 后来我就看到他在网上 就是个打手 你左派自居 今天掐那个 明天掐那个 骂人都是最恶心的话 最难听的话 就是整个就堕落成一个臭流氓了 跟司马南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这可能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当时他反这个伪器工 那时候那个器工特别流行 代工报告啊什么什么特别流行 然后包括我工作的单位 比如说广播电台 都会请这些人来做这个代工报告 都会 这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司马南 别人跟我们介绍认识的 他是反对这个 反对这个我就 我很好奇啊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反对 他说呢 他以前就是练这个 他以前就是跟着师傅练着 练这个过程 师傅觉得他口齿伶俐 动作做的也不错 就准备重点发展他 那么师傅就把这内幕都告诉他 他一听 哦 这能是骗局 没有什么 这个真正的什么开天眼 他觉得是骗局 然后他就站出来 揭露这个事 我觉得挺好的 这算是个汉子 然后我就支持他 首先呢 在广播电台 我给他做了采访 做了这个节目 然后还觉得影响不够大 我当时呢 这个媒体的朋友也比较多 就联系让他上 比如上北京电视台 也是我策划的晚会 什么的 上这各种 但是每次都是到关键的时候 就被拿下来 哪怕这个节目都录好了 就被拿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社会正风行这个 各台的各电视台台长 还信这个呢 你知道吗 所以多不了这个东西 你知道哪年呢 你看我就是日子记不清楚 对不起 你是日月子记得清楚 对 我跟网友说一下 这是我的弱项 我老是记不清楚 后来呢 就是说 忽然开始 可以了 就中宣部好像下令 可以了 要打这个伪记宫了 我特别高兴 我第一时间告诉了这个斯马南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20集的节目 叫揭秘 就是把这个伪记宫的这个内幕 一集一集一集 全给全给这个揭了 我记得好像也有方舟子参加这个节目 都有 还有刘冰 刘华杰 江 好多人 反正这个这个 好多人都参加了 嗯 斯马南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 我跟小崔做完这个节目 我就收刹了 嗯 也就是说 不在任何场合再谈这个伪记宫 嗯 他觉得够了 这个影响足够了 就是这样 后来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正常 嗯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嗯 他出了一本书 让我给写这个推荐语 嗯 我看了看 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嗯 但是当时呢 我还没认为他是投机 嗯 我认为呢 他可能就是观点不一样 这很正常 是吧 嗯 然后我也给他写了 就是说观点不一样 我们也是好朋友 给他推荐了这个书 嗯 再后来就是 方舟子这个手 嗯 他最开始出来表态的是这样 说 这个方舟子也是我朋友 崔永元也是我朋友 嗯 所以我现在比较难 就不知道怎么弄啊 但是 但是方舟子过头 推荐这个玉米确实不好吃 他说是饲料的 嗯 这是 第一回 然后第二次就开始说 这个 那个方舟子和崔永元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崔永元是个主持人 方舟子呢 是个科学家 我觉得还是方舟子说的有道理一些 这是第二啊 嗯 第三就开始说 崔永元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是个病人 嗯 崔永元是个好人 但他同时是个病人 嗯 病人 说坏话 一个不是 一个好人 说坏话 那么 对这个社会的这个 误导和影响 就会更大 嗯 这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攻击了啊 这还没问题 我还 我还没理他 我都没支撑 就假装没看见 没听到 完了就赶到了 马上接下来的 就是一年的这个大年初一 嗯 三十还是初一 你看我就是记不住这个事情 不是三十就是初一 我们全家相聚啊 我 我母亲八十岁了 嗯 父亲都快九十岁了 全家相聚 然后我就看我二哥 脸色铁青 嗯 他在凤凰卫视工作 嗯 然后我说怎么了 出什么事 然后他就让我看 手机上 我一看 嗯 司马南 方舟子 弄了一帮人 批批我 你批我 你搏我的观点 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啊 你批我搏我的观点 也应该躲开这个日子 万家团圆 是吧 要躲开这个日子 但是他批的博的也不对 你知道吗 他就说他有病 啊 他这个这个发抑郁症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 最难听的那个话 嗯 他就发病了 所以你就不要把他那个 这个当回事啊 他自己还不觉得他自己发病 所以他什么 然后还还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军 嗯 操他妈的啊 那个解放军是个医生 啊 说我看他的脸色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他在撒谎 他说我 嗯 他是个医生 什么时候的解放军 操他妈的 我到现在还没 还没找到一个人 嗯 我不会放过他的 嗯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就跟这个 这个死网男翻脸了 嗯 因为我那时候打电话 他也不敢接 因为我觉得太过分了 这个是吧 嗯 你怎么能这样 让我们家一年 让我们家这个 一年的这次团聚 都没高兴 这个节都没过好 嗯 从那开始 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我就看他 我那个孙子样 就他妈一个胡同串子 天天冒充在中南海开会 嗯 比如说他会这样说 某公子受命前往日本 然后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任务 这个你看是不是像中南海听的 我到网上一搜索 胡耀邦的儿子访日 人都公开的 那个新闻都有 嗯 你说你装什么孙子呀 嗯 后来我说你一个胡同串子 你冒充什么政治家呀 你冒充什么在中南海旁听啊 嗯 就然后给揭穿了 最后恼羞成怒 他没办法了 他就说胡同串子怎么了 胡同串子也可以关心政治 我说对 胡同串子也可以关心政治 但是不能冒充在中南海旁听 嗯 后来我就看到啊 在网上就是个打手 你左派这个自居 今天掐那个 明天掐那个啊 骂人都是最恶心的话 最难听的话 嗯 就是整个就堕落成一个臭流氓了 嗯 跟司马兰的时候就是就是这样啊 这可能呃没有修复的可能性